Tiny消息 首先和大家介紹的是五輛新車 有兩輛就是這個日產的Skylight GT-R R32 第一輛就是Penslow 第二輛就是Tool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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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輛的售價同樣地是$159 第二輛就是日產GT-R3 X-Works Ever的二號機 價錢就是$169 第三輛 三菱Lancer Evolution 3 港京拉力賽555W版 價錢是$159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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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說三次因為重要 一比十二日產GT-R Nesmo GT3 X-Works Ever初號機 一比十二版本 價錢 登登登登 正常價$6,880 好 由4月30號至5月11號 在Tiny的實體店和網上店都可以預訂 好 玩具TV第十四季 第二次的第三集 今次圓形不露介紹的Tiny 是桌面這一堆車 還有要介紹的就是中間位美女 大家好 我是Tiny秘映的同事 我叫Rain 好了 那… 由小車開始說起 當然要了 其實都是那句 可能觀眾看上去都很瘋 看到前面一堆車仔 後面一個老年這麼大的GT-R 不過都是那句 始終由小車仔說起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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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可以 首先Portways Crossover Enno 64 這次帶來了三輛的車 不如先介紹R32 首先就是這輛黃色R32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到底黃色R32和紅色這輛有什麼分別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黃色R32 它屁股兩邊就是車衣兩邊 我好像是屁股兩邊 對不起 屁股兩邊 屁股兩邊 屁股兩邊比較四四方方 而且有些Wallet 因為它的真車 是有著名的改裝車廠 Rocket Bunny 就是Pandom改裝而成的 旁邊紅色那輛 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裝 但你看到唯一的分別 就是它的死氣喉 會變成車身兩邊 好 定定 死氣喉位 是的 它的死氣喉位其實很小 所以變了 以現在我們的裝備 要拍攝死氣喉位 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想說 是 請繼續 是的 黃色這輛是剛才說過 由著名的改裝車廠 Rocket Bunny 就是Pandom改裝而成 紅色這個其實都出名的 它是92年 2Haze 1000的冠軍車 是92年我都會出生 有說 因為這兩部車 其實都是澳洲賽事的戰車 是當年這兩部都是跑澳洲賽事 當年是否你駕駛這輛92年 你那次在哪裏 其實想想想 久然我只是組一模型 真的 好 看了 對 順便也駕駛車底 是 因為本身都是那句 Eno 64本身的車 其實它跟一般的1.64車 我自己覺得最大分別就是 最主要都是作觀上用 是 所以變了 你真的不能當鐵車底這樣推 千萬不要太 不過它的精細度 就一定比其他同廠的來得高 沒錯 因為你看看它的車輪 有了二印 有了牌子 現在連接都噴了色 是 跟足了 還有Aparte From 你本身看回它的側的車後 其實我都很想大家看看 看回車頭 哇 大哥 你看回那個車扣環 你是不是瘋了 是 它細緻得 其實1比64來說 是挺頂級 沒錯 因為其實Eno 64的車 一向都是比較聯繫的 怎麼這麼說 譬如你剛才說過 可能車頭的車扣 或者其實可以看到裡面的防滾架 或者甚至有些防滾架 或者是一個座位 或者一些滅火桶 它在車內都是做得非常仔細的 其實我都有防滾架 是的 好 繼續 我們看完這兩架之後 或者 到第三架 看看 如果一些老車迷 當然 港京拉力賽這個 term 相信都不陌生 還有本身 今次我們介紹這架Evolution 3 已故的成灰安和前嘉樂 都曾經玩的 這架 又介紹一下 這架 剛才大家都說過 是由96年的港京拉力賽 由成灰安和前嘉樂 就駕駛過的車 其實這架車 你看到車身上 有非常密集 而且複雜的 車身的貼紙 和不同的標誌 其實這架也是 ENO64的車仔 為何 這一兩年來 都做得這麼好的原因 亦是給不同朋友欣賞的原因 就是它無論在車身上 這些這麼密集的貼紙 又或者車身裡面 一些很… 有很多座椅 沒錯 會否定一定 讓Walker拍一拍 我想最想拍一下車籠 那裡 其實無論是防滾架也好 座椅也好 甚至是這一個… 即是車椅的帶 那些著色都很仔細 因為當年已經是用 五點式安全帶 車側身 本身那些拉花或貼紙 那些移印都非常漂亮 是 好, 接著又輪輪輪輪輪輪輪 但我覺得是… 如果大家收藏這輛車 小心到中間的天線 是 我不怕死, 我最多買了它 不錯 因為真的很害怕 又不算… 不, 其實都… 都穩陣的 因為本身它又不是硬的那一隻 是 你見我在這裡… 那條天線 我其實都不用擔心 因為… G嫂好, 德哥 有事嗎 可以補的嗎 可以補的嗎 不, 不過… 無形嗎 但我相信的原因是… 有保育 譬如有些我們的車仔 是用吸索包裝的 但Indo64的車仔 一向都是由一個base 上螺絲 然後還有一個膠盒 吸上去 而且可以搭起 所以呢 如果你是用來收藏一套 放在櫃裡面 佛企的話 其實你完全不怕天線弄爛的 我重複 其實真的不是這樣玩的 雖然我是這樣玩的 是 但這些車不是這樣玩的 是 也要留意一下車側那些 二印 其實這架車 你說 8-5元貨仔 我基本上都沒有貨 是 即是沒有貨 是 何時出貨 大約7月、8月左右 是 那這一架都算是接近製成品 是嗎 這個也是 當一個first sample 是 到時出大貨的車 都會再美麗 嘩 那 都有一句8-5元貨仔 我想大家 早一點去訂購 免得煩 是 還有到時如果買貨 其實Portways出的車仔 一向都會特別設計 一些包裝 和Inno的底座 都會特別設計 銀色 然後再刻上 這架車的車名 和Portways的標誌 上去 所以都是比Inno64 普通的車仔 會更加多個化身 好 還有一些老車 我相信這一架都很喜歡 接著就到我很喜歡 Portways crossover with Mini GT GT-R Ever 2 去年 美定 今年年初 曾經出過一架 Ever的初號機 那時候的反應 都是非常之好 大佬 你那架初號機 坦白 不是拆鞋講句 是2019 car of the year 是 不如講一下 到底這架2號機 和那時候出的初號機 有什麼一樣 或者不同 我首先講了一樣的東西 首先這架Ever的2號機 和之前出過的1號機 一樣 車身上面都是有著 200多塊的移印 在1比64度做出來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就是你看到車身上面 大大小小 各式各樣的車身 或者車廠的貼紙 你看到是非常仔細的 沒錯 是的 其次就是 說回車身上獨特的迷彩 如果在鏡頭上面 大家都zoom得這麼近 應該都看到 車身上面 是有些暗化的 那之前出過的初號機 它車身上面的暗化 固然就是用回 初號機 它自己獨有的配色 就是紫色和綠色 那這次這架2號機 就用回2號機自己的顏色 就是紅色和橙色的 是的 那有些朋友 昨天出過這架車之後 都會問回 那個packing 到底是否漂亮 那大家買過初號機 就知道它的packing 都是用回這個獨特的Ape 的原油迷彩 那之後出過的Tesca 就是用回黑紅色的拉花 嗯 那這架2號機的packing 都會跟回初號機 用回Ape獨特的 原油迷彩的拉花 就用回2號機 它自己這架紅橙色的配色 那至於一個特別 一個原因明顯不同的地方 那可能拿起這架 初號機上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你看到 車身會沒有了 33號這個衛星號的 那因為這架的Ava 初號機 是下場跑過真車 那Tesca 也真的下場Tesca 那這架2號機 它沒有web過真車 也沒有下場比賽 這架叫幻之痛車 對 都可以這樣說 那這個只是一個 都是一個first sample 那到時出貨 會做得更加亮 和更加美 那比較多的朋友 問就是 出過初號機、2號機和Tesca 到底會不會出那些 譬如藍色的0號機 或者灰色的3號機 粉紅色的5號機 6號機 其他各個 還有黃色的0號機 對 還有其他比例的A的車仔 然後紫色的13號機 對 那到底會不會出呢 可以在這裏跟大家講 可以期待一下 那這些都是留待 Portway公方的Facebook公佈 那大家有些什麼 最新他們的車仔的資訊呢 都可以留意Portway的Facebook 你夠薑出我夠薑買 就這麼簡單 對 因為這幾部AERVA的車 反應這麼好 相信都可以繼續出更多的車 去滿足不同 我們可能喜歡AERVA的車迷 又或者喜歡這部GT-R的車迷 還有喜歡APP的車迷 對 因為上年出過的初號機 反應這麼好 那如果對這部2號機 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要快點去預訂 已經開訂了 開訂了 昨天開始 到5月11號為期 大約兩個星期 去Tiny門市 或者Portway的Facebook 都可以預訂 好 那都是那句 預訂了就一定有 不預訂就未必有 我多怕你會早買早享受 因為這些車 我們通常都是限量生產的 你都可以早買早享受 好 那遲賣可能就炒貴幾個 炒貴 對 這些就請對人 留價給你就可以了 OK 謝謝 這些會做 對 對 既然這樣會做 我們拍中間這一部 這個 這個真的要放在這裡 雖然我不知道能否拍到 今天的重頭戲 基本上 如果大家有上開Tiny門市場 或者其他地方的Facebook 可以做一個動作嗎 請問 是 我看到有一個很漂亮的身形 即是有一種鮮氣飄了出來 托著1比12 那個 基本上是一個印象 來的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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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甩甩甩 我們甩甩甩完 然後真的說回這部車 來介紹一下這部車 是 只有4kg 1比12F GTR 價錢也很重 非常重 6900 688 688 688 這個Tiny門市場 其實入九折 都已經是6200多元 沒錯 或者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部車的背景 它其實是Under X-Rack Racing Team 的賽車 主要有著名的賽車手 可能大家都認識 就有Marchi Li 和Shawn Ton 等等的賽車手 或者可能介紹一下帶 給大家聽 其實都參加過很多賽事 都拿過獎 譬如有GT500排過第七 也有Super GT 和SUQO GT排過第六 我覺得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除了動漫迷 也有車迷 它喜歡這部車 因為它身上有EVA 象徵式的圖案 它的真車 也是大家很喜歡的GT-R 而且在現實生活中的賽事 都拿過不少獎 是的 值得再一提 就是這部車 其實有EVA Super GT 和入產GT-R的 license 所以這部車簡直是物超所值 還有都可以拍一拍 我不知道可以較高一點拍 本身車內籠都有些細節 因為始終你既然玩得1比12的話 我相信每一個玩家對於車身的象徵度 特別是細節的位置 要求會高很多 甚至會跟真車做比較 所以看回這個座位 或者後面一些防滾架 本身都有做到一些真車一樣的DECO 另外本身都可以說回 那些車輛的煞車碟 那些位置都是用金屬式去上色 表達真車那時候整個情況是怎樣 另外我反而想大家 應該以現在我們這一部Sony的解像能力 你看回那些 我叫迷彩 因為其實本身它用了兩層不同的紫色 所以你是看到APP的衰樣在這裡 是挺清晰的 我這個距離看也很清晰的 所以如果真的說 一輛收藏車來說 1比12這個都挺可怕 因為如果看回小車和大車比 那個大車的紫色是很鎮 因為它始終你噴的方面 它是跟回真車的上色方法 這個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是有用到真車的油去上色的 所以你看到它都比較像真車 就有些亮亮的和反反的光 它就前後大約用了6層的油 首先就會油一層白色的底油 然後車身打磨完之後 再會油多一層白色的油 然後就會噴一個叫光油 令車更加光淨和亮的 然後就會上一個電路的銀色 大家看到車就閃閃亮 然後就會上身 上回EVA這隻透明的紫色 最後再上一層光油 總共前前下滑後大約6層 也有用到真車油 所以為什麼1比18和1比64的車 就是大家看到顏色上面是有分別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越大比例的車是可以做得越精細的 就好像譬如你砌模型 都有HG和MG之分 那如果這麼小的車 如果沒有說六層 四層的油都會很厚 那出來就比較沒有這麼漂亮的 所以你看到我們這輛1比12的EVA GTR 搞這麼多層油 還有很多工廠工人的努力 去上到的顏色這麼漂亮 是十分之厲害的一件事 補充一句 這個只是一個phototype 真車到底有什麼改善呢 色目以待 是的 沒錯 或者也可以說回一個問題 就是昨天出了這輛車之後 很多朋友都會問的就是 這輛車到底會不會彈槍 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什麼彈槍 因為有些大比例的車 我們通常的擋風玻璃 都是用一些PC片膠片的 通常也會有一些起霧 或者片會彈來彈去的情況發生 因為這個我們只是一個first sample 是用一些膠片的 到時帶貨出 我們這輛車的擋風玻璃 擋風玻璃都是用玻璃 起了一個透明件的 所以大家是完全絕對 不用擔心會有彈槍這個問題 不過我又插多一點點 本來我自己都有儲開 1比18系列Good Smile那些初音車 它彈槍的情況其實挺嚴重 當然其實很坦白說 車型拉花它是最頂級的 唯一我自己玩 1比18Good Smile那些車 唯一是嫌它的彈槍 所以如果你說1比12可以解決到問題 我想作為一個玩家或者收藏家 都會是一件好事 是 好 或者可能再跟大家說 多一點關於這輛車 這輛車你見到 車廂上面有很多貼字 到底它是移印還是水貼呢 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說 其實它是用水貼貼出來的 嗯 因為大家可能有砌過模型都知道 水貼無論你怎樣貼得漂亮 旁邊都會有一條邊邊 太離譜了 這次生產工廠下了很大的苦工 它將車身上面的水貼 盡量貼到好像移印 所以大家應該在鏡頭看到 這輛車上面的logo或者貼紙 是沒有邊邊在這裡 好像移印 飛邊 除了水貼之外 這輛車也是用絲膜去製造出來的 絲膜就是在說 這輛車上面的AAP的暗花 對 用絲膜引進去 這樣會比較漂亮 做到一種若隱若現的感覺 對 所以剛才也說了 它那種亮和啞去襯托APP的logo 那些迷彩確實是最吸引 對 沒錯 或者大家可能遞給大家看 其實它有前面 這裡 車身的通風口 裡面有散熱水箱 都是做到很仔細 不過可能這裡比較難給大家看 對 通風口和裡面有散熱水箱 除了可能裡面的防滾架 或者一些裡面的賽車專有的accessory之外 其實它車頭這些 連這些散熱位和散熱水箱的位 都是做到足 所以其實這輛車 無論在賞色方面 還是在裡面的配置方面 都盡量跟跟真車的任務一樣 對 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裡有緊急煞車 Stock Engine 死計 還有著車的按鈕都在這裡 這個按鈕很厲害 好,那就多一句吧 四公斤 四公斤 六差幾 是 值不值得我不敢說 因為還有一句 不是一般人 你給得起 其實我覺得不夠 你找地方擺放你的家庭庫 但無論如何 這麼仔細的東西 我自己就很有興趣 是 這是後話 這次我想 如果純粹說車 就先說這裡 剛才你也非常感謝 旁邊的美女阿Ray 希望未來都可以 繼續見到一些新的小車 由你來和大家介紹 是 交給你 我可不可以最後補充一句 剛才那輛Aino 這個六十四的車仔 其實到時是沒有這個字的 大家可能會買些 會補貼紙給大家貼上去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是關這個事的 噢 或加些Mashda 對 所以就不要印上的車給別人買 可能是到時補貼紙給大家買的 這招 OK的 我可以補其他補貼紙 我不是補其他補貼紙 我都不是這些人 最後的總結就是 大家記得快點去雨頂 即將買 早買早享受 遲買季幾個 可以看一看Portways他們的Facebook 搞一個活動就是 如果你買這四架真 嘩 嘩 買這四架真車 對不起 想買新車 OK的 交給我 如果你買這四架 一比六十四架車 是會有一架 抽這架一比十二的車機會 是啊 是啊 厲害 這裡加上四五百元送一架 六千多架車 即是四百多元 駁一架六千多元 是否只有一架送的 不是 好像不同地區有一架 我這個也要留意 不同地區是甚麼 即是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張威夥區是幾架 沒錯 詳細情況 留意官網 本身官網有介紹 如果訂這四架車仔 會怎樣 可以有機會 得到這架 一比十二的 Xworms 的GT-R 祝大家好運 好 好 好,這集玩了這麼多 今天有很多東西爆 欠你 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音乐